今天这里是FLMorning.999 绿绿思书空中radio 早上等了十分钟 雨还是没有停 所以呢就带大家出来雨中散步吧 今天走的是绿绿家附近的另外一条小秘境 路比较小 看起来应该比较会少人经过 好 现在是早上的七点十分 台南是一个细雨纷飞的早晨 这个礼拜的天气都会是雨天 伙伴记得出门路上小心 还要期待雨季哦 早晚都会下雨的 这几天心情上面颇有波动 原因是因为小女呢 带装性泡枕已经度过了最高峰的疼痛感 那目前水泡已经接近 就是开始退红 然后开始有结巴的现象 所以绿绿也心头的一个石头终于可以放下了 所有的父母都会担心孩子 不管孩子到几岁 我想这就是亲情 亲情是很久不变的 亲情也是让我们回应梦迁的 绿绿今天来分享一个 昨天看到一个小故事 就在我的脸书上 伙伴如果有喜欢 可以点一下昨天绿绿晚上转发的一个 奥斯卡 奥斯卡动画奖 好像37届的样子 昨天没有仔细看 昨天蛮晚的 那私业又不安 因为是神经疼痛 所以就一直黏着我 然后我们两个就抱在一起 在睡前的时候 我在回忆这一个短片 那有一个大陆的网友 他把它做截图 然后细细的分享每一幕 截图的感受 我觉得也是另类的写作方法 这是题外话 但重点是他问你 什么叫做思念的极致 什么叫做思念的极致 这真的是问倒率率了 我在心中也是思念着一个人 很强烈的 那伙伴早安 现在有七个伙伴在线上 就原谅我不一一点名咯 谢谢伙伴早上 记得出门的时候要小心咯 这个视频呢 大家回去点阅一下 可以作为跟学生 开学以后的分享 约莫就是游子 然后外出恋爱成长 但是最后还是会想要回到家 不管是男生是女生 会想要回到家 那这个视频的主人公 是一个女孩 那她恋爱她成长 可是她常常会来到 跟父亲道别的小山丘 一直到她老了 她牵着脚踏车 牵不动了 她还是来到山丘旁 想要见她父亲一面 那当年父亲是因为 沉船事故离开的 那最后呢 就是女孩老死 之前有见到父亲一面 我要讲的是最后的这一幕 她在这个山丘奔跑 然后越奔跑越年轻 最后她爸爸出现了 然后拥抱着她 这一幕真的是让瑞 直接就泪就流下来了 为什么呢 因为有一个网友 就回了一句话说 爸爸在你过世的那一天 我就停止长大了 因为我希望 在你来接我的时候 你还会认出我的样子 我觉得文章不需要华美 文章需要的是传递跟动人 如果一篇文章能够感动自己 那也就是可以感动读者 那于是绿绿就房写 我就写了一段话给我母亲 母亲过世已经一年多了 我在自己的脸书上写 就是自从妈妈离开之后 我也没有长到 这边有一只鸭子 她看到我很惊吓 在乡下就这样 在路上就可以遇到 就是各式各样的小动物 不是小狗小猫 是让你想象不到的家禽家畜 这样说好了 就是这边有一只公鸡 分探一下绿绿的心情 我就写说嘛 自从你离开之后 我也停止长大了 因为我希望有一天 未来你来接我的时候 你还会认出我的样子 我是仿剧 而且几乎是照样照剧 只是语气跟标点 有换了一下 我觉得人生 其实就是一场无止境的 爱的循环 所以昨天阅读了 洪文勇的一篇文章 他说选择是很重要的 什么叫做选择 选择就是 我们在人生里面 会有舍跟得 所以今天要来跟大家 谈的是舍跟得 生命最大的境界 当然就是出生跟子王 舍跟得之间 但是还有很多细小的环节 舍跟得 会造就了我们每一天 心情的正能量或负能量 那有舍才会有得 所以今天早上起来 看到天气是阴阴的 我们也是舍跟得 绿绿就带了斗笠 就走了出来 没有关系 没有云 那我们还可以带斗笠 这就是舍跟得的取舍 所以洪永在他的这篇文章 我有发在环岛雅剧 伙伴也可以去看一下 他说他在经历了 这么多年的麻醉医师 最后成的主治医师 最后到了安宁病房 去陪伴癌症病患 度过最后一程 四五个病患 唤起他对人生的选择 于是他在三十七岁那一年 就离开了医生这个行业 令人羡慕的高薪行业 然后开始专职写作 不过这时候的他已经因为 陶氏故事集 顽皮故事集 等等之类的文章 跟书籍得到很大的 一个分量跟回想 所以洪永的气一从文 也是有所物质跟安排的 因为没有办法说马上转职 所以他是用两种工作交叠 然后重新开展自己的人生 三十七岁之后 他说他倾听自己的内心 为什么呢 因为在安宁病房里面 的病患最后 想要的不是钱 不是名 不是利 不是这一些四叔的眼睛 可以看得到的 他们要的是关系 父子之间的关系 情人之间的关系 夫妻之间的关系 上司跟下属之间的关系 他们在临走前 最需要的是关系的圆满 心中有个遗憾 比如说想念一个人 或是想要放下 对一个人的仇恨 或者是想要 对某一个人道歉 这就是关系的修复 好 最近一大早 跟伙伴分享的 这两个网络上的资讯 不但可以提高 我们的正能量 还可以呢 让我们的孩子 透过我们的眼睛 看到不一样的文类的阅读 一个影音 可以让我们感动 因为它有音乐 可以有画面 一篇散文专栏 它会让我们感动 因为它有故事性 让我们有想象的画面 媒体试读 就是这样展开的 所以欢迎伙伴 点阅这两篇 绿绿提供的资讯 然后跟孩子一起讨论 什么是人生的价值 什么是亲情的极致 什么是自我声音的倾听 什么是未来梦想的追寻 这些都值得孩子 在班会课 在课程的弦外之音 来跟我们一起讨论 这就是人生 那今天的家具 有一点长 它在谈的是 人生的质量 它谈的是 人生的质量 是怎么造就的呢 是我们的度量 加上我们的分量 才会成就一个人的质量 那它有举例 举什么例子呢 它说人生 就好像是 现在我们在外面 看高铁 一滴水 滴到一杯水 对不起 一滴墨鸡 滴到一杯水里面 这杯水会马上变黑色 我们没有办法喝 但是一滴水 滴到河流 滴到大海 大海能然不改它的颜色 那这是因为 一杯水跟一个汪洋 是度量不同 这是度量的解释 所以具体的解释 会让我们跟孩子 沟通更加的清楚 那我们现在照田中的麦穗 我们这是稻穗 那这个文章的主题是麦穗 它说不成熟的麦穗 会直直的往天空刺 成熟的麦穗 会弯弯的低下腰 就是因为它们的分量不一样 因为有结穗的倒穗 会弯腰嘛 因为它饱满了 所以第一个是用 墨汁跟大海比喻度量 第二个是用麦穗 跟弯腰比喻分量 那它的结论是 当我们 当我们能宽恕别人 就是会有度量 当我们能谦卑自己 才能拥有分量 一个有度量 再加上有分量的人 最后呢 就会变成一个 有生活质量的人 那我觉得这个文章 这样读起来好 令人振奋哦 绿绿也是会有 晴天跟阴天的交叠 但是今天看了这些 好文章 听了这些好歌曲 我就会觉得 人生没什么过不去的 人生呢 其实就是每一关 像过五关一样 过了关抓了饱 我们向下一步迈进 所以适度的休闲 认真的工作 然后保持梦想的活化 就是这一生了 昨天晚上特别想念 我的母亲 她这一生 节俭 勤俭 然后热散好施 待人非常的温和 那对于家庭 也是无微不至 所以我想 她的离开 就是让所有的人 都舍不得 那我们说 死有青鱼红毛 有重于泰山 那我觉得我母亲 应该是 重于好几座泰山了 因为我高龄的奶奶 在年轻的时候 不能接受我母亲 因为她是一个 比较有自己想法的老人家 可是在我妈妈 努力了十几年之后 她觉得妈妈 是最好的媳妇 所以我妈妈过世的时候 她白发人 送黑发人的时候 常常在 独自哭泣说 这么好的媳妇 怎么不在了 那这就是一个人的分量 一个人的度量 一个人的质量 我们 这条漫长路 需要很多的修炼 但是我们一起加油 绿绿也常常觉得自己 各地方的不足 所以通过线上伙伴的连线 我们可以让自己变得更加的完美 一加一一定会大于二 好的 这里是FM0.999 绿绿四十五空中radio 绿绿站在雨中 想跟伙伴分享 昨天阅读的几篇好文章 几则小故事 那今天送给大家的歌曲 是我们上次介绍的 这个搭错车 这部电影的插曲 请跟我来 这首歌非常的好听 我想五六年级一生的老师 应该会频频点头说 对 这就是我们年代的歌曲 请跟我来 在开学的第二周 请孩子跟着老师一起来 来经营一个有爱的班级 如果今天我会到学校去 我会播放这一首音乐 然后呢 询问孩子说 你觉得哪一段歌词你最喜欢 他们一定会笑说 这是爱情的歌曲 那我就告诉他们说 诗生其实就是谈恋爱 所以老师想要跟你一起 营造一个属于我们的世界 在有爱的环境 温度甚高的环境里 孩子会放下武器 放下武装 放下他的桀骜不逊 时间我不知道是多长 但是只要持续 我想应该有一天 就会看到他最纯真的那一颗心 好 这里是FM520.999 绿绿四十五空中radio 我们的线上直播呢 今天要跟伙伴分享的是 在绿绿脸书跟环岛亚剧 共备的资讯 欢迎伙伴点阅一下 昨天绿绿帮大家准备好的 开学的精神粮食 那今天的家具是 一个人对别人宽恕 是度量 一个人对自己谦卑 好 是 哇 看到一个 来 快点快点 有看到他吗 好可爱哦 这是什么呢 有伙伴记到这是什么吗 就当今天的谜题好了 应该是铲除吧 因为我发现他身体 那个有坑坑巴巴的 应该伙伴这个是铲除吧 是吗 是铲除吗 有伙伴知道吗 可以跟我们讲一下 这是什么 好 没有 为什么绿绿笑得这么大声 我们来看一下 最如历都低头了 因为下雨的关系 它是向阳的花 然后 现在很美吧 好 度量加分量等于质量 是今天的杂具 好 那最后用一个笑话 来总结今天 好 今天的谜题 是刚刚那一只跳啊跳的 我觉得他应该是铲除 可是我发现他是穿 那个迷彩装的铲除耶 因为他是黄色的 他还在这里等我们耶 好吧 那我们就拍他 拿来作为今天的ending 好可爱哦 好 我们来拍哦 现在没有车 好 他准备要转向了 好 那最后送一个像话给大家开心一天 呃 呃 几简生活 减速生活 减速生活 到现在有六年了 那有时候难免会跟我老公说 老公你想念我以前这样子 头发长长卷卷的 然后 画个淡妆 然后穿个套装 然后跟你约会的 那个状态 那个状态吗 他就说没有关系啊 不管你是怎么样 都是你 听到这句话就很安心了 所以就继续堕落 那他就跟我讲了一个故事 他说 呃 小明是一只青蛙 小美也是一只青蛙 小明跟小美结婚呢 剩下了一个儿子哦 但是却是一只残储 那小明就怀疑隔壁呢 有个小王 是一只残储 他就掐着小美的脖子说 你说 你说这小孩是不是 那个小王的 不然的话怎么跟我长得都不一样 跟你也长得不一样 那小美为了以示自己的清白 就拿出了一个时光宝盒 然后里面有一份医疗证明 他说老公 我真的很爱你 自从看到你第一次就爱上你了 所以 当我遇到你之后 我就去做了整形手术 我将全身拉皮了 我把自己从残储变青蛙 这就是我爱你的代表 所以这一只小孩 这个小残储一定是我生的 因为我本身的基因是残储 这个小话我先讲给我听的意思就是说 人的质量比较重要 不管我们的外在有多么的光鲜亮丽 一开口质量就会被感感受到了 所以他可能是用这个来安慰 所以我说老婆你就是一只青蛙 也不用担心不用去拉皮 不然如果你是一只残储 我也是会爱你的 好的 今天把这个小话送给线上的伙伴 好 祝福各位在每一天都展开真能量 我们明天再见 这一周都会有雨 记得出门 路上小心开车小心 还有记得带雨伞哦 或者是像绿绿带个斗笠 走在田间也是一个很惬意的选择 祝福你有一个愉快的一天 正能量饱满出发 Fighting 把度量加分量等于我们的质量 一起来执行它 拜拜 拜拜